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U108Space》独特的沉浸式場域 来发展出叙事性的影音装置作品 借此探讨人类如何观看自然的命题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国美馆的一个合家团圆的心情 可能大家可以一起来算 目前在国美馆你可以看到几代的台湾艺术家 假设吴思青跟刘宇 我们就当作是儿子辈好了 孙子辈 我先讲是孙子辈 那我比你们大一代 那我算是爸爸那一代 那现在有谢礼法的展览 谢礼法就当作阿公好了 那谢礼法再上去 不是马上就黄涂水 我们的国美典藏那里头 还有很多是大概先 如果在的话大概100岁左右的 他们就做了 那我们现在国美馆还有黄涂水的展览 所以他就是曾祖父了 那这样算至少五代同堂 那我用这个观念来跟各位讲就是说 国美馆你们可以慢慢发现就是说 我们希望每一个世代的台湾艺术 都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得到表现的机会 那国美馆也为了面对像你们这一代的这个当代艺术家 我们除了在其他的白盒子黑盒子方面的展示条件之外 那么我们已经也完成了一个 我们简称叫U108 那它的专业名称 是叫做沉浸式科技运用实验场域 那这个实验场域在过去这几年 已经成为在科技艺术领域里头擅长操作这样子的艺术家 喜欢的一个展演的舞台 那么也曾经有过是外国的艺术家 可能是跨国合作各种类型的表现都有 那使得国美馆这个能够让阿公阿祖那一代的观众 也喜欢之外 也让这个儿子孙子 总之就是孙子不是 孙子还是好话啦 因为孙子儿子 孙子啦 男孙子女孙子 都是有青春嘛 你们还有青春 我这个没有青春的就羡慕你们的青春 那今天这个展览 我们的这个主题是Ladies 我待会再讲一下我做功课所知道的意涵 不过我是很骄傲的就是 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刘宇跟吴世青 我称他们是我的孩子 这个有一种骄傲在心情 他们大概十几年前在北一大链美创所的时候我教过 不过我这样讲的时候要说明 并不是我教过的学生 我才疼爱 或者他们有特权 他们是没有特权的 事实上在他们申请这个 这个 这个空间的这个展览的机会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的 他们是经由我们的临选的规范 临选进来 那进来之后 获选到了我那边 我一看 这两个是我教过的学生 我的孩子 其实那个时候的心情 是感到欲有荣誉的 就是看到两个 大概在14年前我就教过的学生 他们今天持续走在这条路上 是老师与学生为荣 那么在他们大学是台医大雕塑系 我记得你们资料其实 我在十几年前都放在脑袋里头 尤其刚刚我跟淑敏组长讲 这两个名字怎么会记不起来呢 因为这两个名字太特别了 尤其诗亲的名字 那他们在十几年前那时候 我记得他们还是在做 表达观念艺术的装置艺术 或行为艺术 那当然这十几年他们慢慢的延伸了 他们的创作的媒材跟技法 能够也在一个过去传统媒材的创作者 可能不熟悉的领域 他们竟然能够也走 发展出一个新的天地 我确实感到非常以他们为荣 那其实我如果光是从Ladies 我原来真的不晓得 我本来想说 不是只有刘宇一个人是Ladies 再加上诗亲两个人是Ladies 后来才知道 他们怎么能够从这个达尔文的这个 著作中还找到他的诗集 那从他的诗集里头看到达尔文 对于职务的一些探索 那他们又能够把这个 关于职务的探索的这个诗集 转换到运用新科 新媒体 来做这样的创作 我自己也充满好奇 所以我想 在今天我除了这个 以他们为荣之外 也鼓励在场大家 你们愿意认同国媒馆 认同这个舞台 将来也能够为我们这个舞台 增加更多丰富的内容 那因为我很疼爱他们 我不知道能不能在我下台之前 请大家给他们两位掌声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的作品里面的尝试 其实不管是 我觉得不管是对我们 或是对国媒馆来讲 但是在U108这个空间里面 都算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尝试 然后也双方互相在拓展一些 可以怎么样再去做出 一些新的东西的可能 我觉得就是在 国媒馆在处理这个 U108这个空间近年来 我可以知道说 其实他们蛮积极的在寻找一些 不同的可能性的影像创作者 进来尝试这个地方 那其实像之前在一开始 就跟组长在 在洽谈这个展览的时候 其实那个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共识 是从我们自己的创作脉络里面的一种 比较像是一种比较叙事形态这样子的影像 如何可以放在这种 沉浸式影像空间里面 因为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是说你从一个单一荧幕放大到变成是一个 这个变成是 我承知为他有点像是一个影像环境 因为他并不是 他是把你人所有的观众 是包在这个环境里面 而不是你只是在观看这个荧幕的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 一个新的尝试 那另外来说就是说 我觉得U108这个空间 我觉得他现在对我来说 他应该是一个可以不断的 在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合作的机制去 不能说慢慢的补足 而是可以慢慢的一直去 扩增他的功能的一个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一次的合作机会 合作的经验里面去感受到的一些事情 这样子 那 好 那我回到我们自己的 这一次的计划里面 那这一次的计划 刚刚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一次的计划 他主要主要是从 Elasmos Darwin他的三首诗里面去 去改编了这个剧本 那这些剧本 其实他 他会转换成一种影像 那这个部分我们先 等一下先不要多说 我们可以先去看过影像 之后再来讲 然后我可能稍微介绍一下 这一件作品 他的一些背景 那可能会有一点 无聊 那大家就是 对 可以稍微听一下 那 其实刚刚就有讲到 Elasmos Darwin 他是 我们现在所熟知 查尔斯达文的祖父 那他本身是一个 医生 是一个发明家 然后还是一个诗人 一个哲学家 那其实当初 为什么会对他感到非常有兴趣 是因为过去其实就在 做这些 处理这些 70年代的植物图鉴 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 林奈是当时的生物学知父 他提出了一个观念 二名法 之外 他也 他也处理了 植物的某种视觉形态 也就是这个植物的视觉形态 这个花器 其实他可以用拟人的方法去 重新理解 有点像是人类的性器官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在当时是 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 那后来 达尔文他 又更进一步地 用一个比较动态的方式 去重新去诠释 然后那也是一种拟人方式 那我后来 其实把它 诠释为一种 这本诗集叫做植物的爱 但我觉得 它有点像是很 很隐匿地去写出 这种植物的性生活 它其实有点像植物的A片这样子 但是它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诗集 那也因为这个过程 这种动态的 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我们人类 才可以第一次去理解说 他当时提出的这个 比较超越性的想法或观念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 也算是 如何透过性选择 去理解这些 人类跟生物之间的关系 然后去理解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查尔斯达尔文才会提出 这种进化论的轮廓 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当初会对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就是这一种 达尔文他是试图透过这种 去描述植物的生活 去透过描述植物的生活 然后从人类扩张到植物 然后甚至是超越人类 那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这种拟人的方法 他好像似乎可以提出一种 超越性的思考 那我们其实就是对这件事情 非常感兴趣 那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这样的方法一直都是存在 我们人跟非人之间的关系 你人其实一直都是存在 那我们试图其实在这次的作品里面 去梳理这样子的关系 甚至是我们可能是用一种 我们在创作上这种内在 就是这些科学家他们在创作这些超越性理论的时候 这一种潜质的状态 其实有一种内在性的生产的感知的状态 那其实跟某种创作行为 其实非常非常雷同 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试图去梳理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里面大概会分成三个章节 那大家可以去看的时候 可能就是 我快速地把它稍稍介绍一下好了 就是因为 他里面这三个章节里面 Elasmos Darwin 他所书写的 刚刚刘宜提到说 他是以一种女人的方式去书写的东西 然后他 如果仔细去看他的诗的话 其实他里头的 所有的书写的 等于说他是一个 对植物有一定程度知识跟观察 因为他是支持林爱系统的当时的时候 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面 他有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他在从一些植物的特征 跟一些习性的状态里面 用人的方式去摩 去描写 去模拟那一个植物的感知是什么 然后他在里面 就比如说他去描写一株寒羞草的时候 他把这个寒羞草的状态描写成一个 就是是一个身性非常极为敏感的一个女性 那他在所有的环境里面 他会怎么样去受环境影响 那通常他都是以一个人的想象去描写那个植物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说这一些想象 这种林爱的当初发明的这种恶名法植物的花器比拟为性器官这件事情 他却成为我们今天生物学分类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然后甚至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说 以这样子拟人的方式去建构这个知识系统之后 甚至到后来DNA的发现去验证一个分类学的状态 其实他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错误 就是以花作为分类的基础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好像说这里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 我们要透过想象去生产一个什么东西的基础而去 但是这一个想象 就是因为想象这件事情在科学上 基本上它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事情 但是常常那个最源头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一种想象 就比如说数字这件事情也是 那刚刚讲的这种分类系统的比喻也是 就是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部分 需要雨伏机 终于一样的是尽量的 在 ocean上全世界尽量的形容 在海军时尽量的中间人的楼居 翻译也会一样的不一样 这样子在深夜间中的温暖的涣漏 面的胀量不一样遍 而 Sockles于未能使 Rama的空间 是一个温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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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followed by her death truly before the love you 中文字幕——YK